開始之前我想請各位先大家一起低頭來禱告 天上的阿爸父神 我們真是滿心感謝祢 因為祢的愛我們 我們的罪得到聖明 也通過這個救贖 讓我們在祢裡面變成祢的兒女 有這樣的一個privilege 今天早上能夠在這個地方聚會 祢是愛我們的神 祢知道我們每一個人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我們的福祉當中 都會碰到很多挑戰和困難 祢不放棄我們 祢不捨棄我們 所以祢隨時隨地 都透過各種管道 把你的聲音 把你的指令 讓我們用各種管道得到鼓勵 得到在我們的生命重新得利 祢今天我們在這邊聚會 西雅圖地區的台灣人教會 每個弟兄姐妹在這邊 都要來聽你透過劉曉婷牧師 要給我們帶來的訊息 為了這樣的一個時機 先讓我們滿心的感謝 求助你聖明 來幫助我們每一個 今天在座的兄弟姐妹 都能夠敞開他們的心 聽到我們的聲音 在每一個人他們的福祉當中 能夠再一次有一個機會 用你的眼光來看到 我們每一個人在這邊 福祉的定義 我們在這邊 作為你的子女 怎麼樣來看明天的日子 救助你幫助我們 今天在這個地方 所有的一切都一樣 功功勁勁的 在你手裡 救助你自己來帶來 我們這樣子 感謝祈求 不是奉主耶穌的名 來啊 好 那我簡單幾件事情報告一下 從外面出去 就是我們如果需要去洗手間的話 出去那第一個走到 有Sign 可以看得到 桌長進去 那我們如果有 我們那邊有 Children Care 在那邊有教室 有一個 每一個 隔幾步就有一個Sign 引導你們 如果你們有小孩 就可以帶到那邊 我們有童工在那邊 來服侍他們 那 我們 現在 我想 劉曉廷牧師大家都很熟悉 那我不需要多做介紹 只是我要告訴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在我們面臨 我們教會面臨困難的時候 那就是不知道 什麼情況之下 劉牧師就幫助來了 兩年前 他曾經來代表過我的夏令儀 那 那最近呢 他就在幾個禮拜前 有跟我們 來到我們當中 幫助我們 就是 基本上 就是幫助我們 Cast的一個Vision 在我們 困難當中 怎麼來定位自己 那 我們教會的兄弟姐妹 都覺得非常excited 跟他 談過以後 就好像 就忘記了 身邊的一些困難 就比較 定靜在將來 怎麼找 那就覺得說 那個劉牧師還在來 就是大家分享 就把他帶到這樣的一個聚會 就把時間交給劉牧師 謝謝 謝謝 弟兄怎麼樣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興 我們在一個 這麼樣美麗的地方 然後在 這麼舒服的天氣裡面 我們在這裡 談一個令人興奮的主題 那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 新的時代裡面 教會怎麼樣往前走 這是每一個 我想不是只有妹妹的教會 應該說 全球所有的這些教會 都在私下 這樣一個課題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面對 我來到美國四年 其實四年前跟四年後 環境已經有非常巨大的改變 非常巨大的改變 怎麼樣巨大的改變 四年前我受邀請去一個 台灣人的教會 他們的婦女團結 那那個時候 團結大概還可以 來了將近差不多兩百人 只能說 還感覺到 哇 我們人氣還很旺 然後呢 再隔一年去後 就剩下一百多人 再隔一年去後 就剩下八十個 我最近去 剩下三十個 我的感受就很強烈 四年 不是四十年 短短的四年 那我因為我現在 聖地阿部的教會 也是一個很典型的 這種長輩 台灣人聚集的教會 那我媽媽來看我 她就有跟我講 她說 小姐啊 哇 你們這個教會我擔心 我說你擔心什麼 她說 現在看起來都還不錯 一百多個人 但是我看 哇 他們這些年齡 時間到的時候 一批一批地走耶 不是一個一個走耶 所以你看 連我媽媽 我媽也是 要八十歲了 就是 她都已經是意識到 這個將來 時間到的時候 很快地就會崩路 所以這是我們面對到的 教會目前的現況 我在整個北美的 台灣人背景的教會 在各地去服侍的時候 我幾乎看到 一樣的狀況 更有趣的事情是 不同的教會都問我說 欸牧師啊 你去別的地方 有遇到這種問題嗎 每一個人問的問題都一樣 我就告訴 我也有一樣的答案 我去每個地方 遇到的都是一樣的問題 甚至於今年的北美教學 北美教學 你知道就是整個北美 包括加拿大 所有這些 以台灣人為主體 特別是台語的教會 整個北美的教學 就是有一百多個教會 整個北美 包括加拿大加起來 有一百多間教會 那麼他們今年 在聖地亞哥的長老教會 那我的教會 服侍的教會 是在聖地亞哥的 Lutheran Church 他們在長老教會 在舉行這個北美教學的 整個北美的大會當中 我們的主題也是 北美台灣人教會 何去何從 一樣大家都在關心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四年前 四年後 很大的差別 所以如果問大家 再一個四年 那你認為你的教會 會是往上走 還是往下走 這是大家都在面臨很現實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定會發生的 未來一個四年一定會臨到 這是我們面對的第一個 很大的挑戰 第二個呢 我們還面對很大的外面的修憲 你知道從今年開始 2019年開始 他們是定位為五基元年 那你說五基就五基 故有什麼關係 關係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從四基到五基 是很大的一個跳躍 從最早叫做類比時代 從類比時代 然後進到數位時代 然後進到一基 然後二基 然後三基 然後四基 每一個基大概都是十年 那每一個基它都會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 可是那個方式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十年慢慢的改變 十年慢慢的改變 所以今天還記得以前我們曾經有隨身聽 最早當然就是黑膠唱片的時代 各位有很多長輩都經過那個時代 從黑膠唱片 後來從唱片到錄音帶 進入到所謂的類比 那時候大概是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還要拷貝錄音帶 然後從錄音帶慢慢變成了 那時候有隨身聽的時候 開始有CD 那時候音質就不一樣了 所以時代就這樣在改變 那不知不覺 我們到現在都已經進入到了四基的時代 現在的時代是以前的人沒辦法想像 拿一個手機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現在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沒錢 最恐怖的事情是手機沒電 這個是現代人覺得這個是最嚴重的事情 第二個是去到一個地方沒有去到 差不多我們就沒辦法生活了 你想想看這個四五十年前 差距真的很大很大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從四驅到五驅又是一個更大的條約 它會產生一個巨大的改變 每一驅從一驅到二驅到三驅都是一個巨大的改變 我們知道人與人傳播 有文字 有聲音 有圖片 有影片 這四個東西 文字需要的最低 二驅已經很好傳了 然後呢聲音也是 這不是很好傳 可是要傳影像 所以到了四驅的時代 我們終於可以傳影像 所以早期只有電話 只有聲音 但是沒有影像 所以等到影像傳輸的時候 它需要的這個傳輸量是比較大的 所以等到四驅我們終於可以傳影像 可以傳 但是慢 你在家裡要看一部電影的話 你要等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現在的人 尤其我們的小孩 會趕快擋 它沒辦法擋那麼久 所以你知道 五驅的時代會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那就是 五驅是比四驅快一百倍 所以他們整個頻寬 下載部電影三秒 數到三 電影在手機裡面了 所以必須有這麼大的 可以人家都形容為排水口 以前你們家是水管 現在是變水溝 所以裡面可以傳輸的量會很大 那直接的影像傳輸呢 我們現在裡家有個電視 是4K已經很清楚了 那五驅的時代 未來的目標是8K 電視是8K 而且立即傳輸 所以我們要越來越珍惜 我們現在這種實體的聚會 因為再過幾年 大家就懶得出門聚會了 因為你在家 現在你為什麼不在家 因為你沒有那個臨場感 可是未來 那我所謂的未來不是十年後 可能就兩年後三年後 因為一驅發展十年嘛 所以至少可以預測 可能就是五年後 就我剛剛講的四年後四年後 而且是三百六十度 你知道嗎 所以像我們中央喜歡看球賽的人 看NBA的人 現在只要戴上VR 三百六十度的轉波 所以你把那個戴上去以後 你就感覺你是坐在第一排 那就是最新的科技 將來的影像錄影機 像我們現在兩個機器 三個機器在錄 那錄的是平面的 未來的錄影器材 包括你的手機 將來都會進步 它會錄出來是三百六十度的 所以隨便你要從哪個角度去看 所以你去海邊玩 你錄下來的 你回家放的時候 你帶上那個裝置 就等於是你再重新回去一次 你不用再坐飛機了 實在是這樣的改變 那請問將來的改變 會不會影響到教會 當然會啊 馬上面對第一問題 主日重辦是要在家裡 還是要在教會 馬上就面對這個挑戰 那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 當然不管再怎麼進步 你習慣 你總是要來坐在這木頭的椅子上 你總是要轉頭過去 看到旁邊的人 可是下一代他可能不需要啦 他很習慣 但是我們不習慣對不對 我們可以在家看 眼鏡一袋 旁邊的弟兄姊妹 他就坐在你旁邊 哈囉哈囉 大家打招呼 問題是你把那個眼鏡拿掉 他就你一個人自嗨而已啊 那我們會覺得好怪喔 不一致 可是你的孩子 他如果從小就這樣 他不覺得不一致 不是 這個問題就發生在我跟我的孩子之間 我去看我的孩子 我現在都讀大學了 那我去他們學校看他 我只好一個兒子 女兒兩個現在 同時現在都在broccoli 我去看他們 那他們是主日下午做禮拜 我說 去看一下他們做禮拜是甚麼情況 一進去幾百個人看錄禮拜 我心想說 蛤 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我們的牧師今天早上講的第一探 這個是今天早上先錄的 今天早上才錄的 不是昨天的 今天早上才錄的 錄完他就跑去別的地方了 所以我們看的是今天早上的錄影 他說爸爸你太落伍了 現在的教會很多都是這樣 確實 包括我家附近的聖地亞和附近的一個千人的教會 他們學會說 他們說是這樣 只有第一堂會看到真人 第二堂、第三堂、第四堂 都是錄影帶 第一堂的錄下來 後面的你就 所以你要看 你如果是習慣一定要看到真人的 你就要來 你別無選擇 只能來第一堂 後面幾堂你看的都是今天早上第一堂的錄影 敬拜訪是live的 我們這種年紀的人 是真的不習慣 你說我看錄影帶也是剛剛錄的 跟我現在live聽你講 對我這種年紀的人來講 是不一樣的 我昨天晚上在華大 我就在華大的學生團系 我就問他們 我說那我先問你們 對你們來講 聽我講 跟把我錄起來講 對你們一不一樣 那你覺得他們的答案是什麼 一樣 一樣 他的答案是 我沒差 我沒差 那至少我家的孩子 我看見他們也是沒差 他們就會一般錄影帶 一面看一面在那做筆記跟上課一樣 基本上是遠去教學的概念 這樣 那為什麼還要那麼多人 那就是在家看就好了嗎 那為什麼你們還要去在一起 因為散會以後 他們還是有真實的交流 這就是逐漸的 那等到再下一代 會不會這個真實的交流 也用虛擬實境來代替 這就是時代才在命 所以我要說的是 如果我們不理解 這個時代是這麼快速 這麼激烈的 人類不是不可以進步 但是我說白了 不可以進步這麼快 因為我來不及適應 新的就出來了 所以知識的那一歷史 從來沒有過的 就在短短的時間之內 發生激烈的改變 那我們現在剛好在2019年 是五七元年 意思是說 從今年開始 2019到2020 到2021到2022 會產生一個更大的改變 你現在最有感覺的第一個改變 就是非常確定 無人駕駛車 絕對會在未來幾年之內 一定會慢慢的開始被大家接受 尤其像我們在聖地亞 那就是他們的無人駕駛車 都搭本營嘛 電車的搭本營嘛 那無人駕駛車 現在你如果在聖烈的話 一些路上很多都是 無人駕駛車都在測試嘛 那我的會友 在聖地亞哥都會有大學生 一畢業 就跑去鳳凰城 我說你怎麼跑去那個地方上班 就都要死 他說沒辦法 因為我們是坐無人駕駛車 那只有那邊 內華達州現在是通過 可以實車上路 因為那邊都是沙漠 像說那個州政府已經許可 所以我們可以做測試 但是我們現在還敢待人 因為還沒那麼成熟 但是我們可以帶貨 像說我們現在我們的公司 是專門在做的是這種貨車 就不需要有司機開 就電腦開到旁 貨車就跟火車一樣 運貨 一節一節的 一台跟一台 一台跟一台 他說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只有進到市區 市區會真的有一個實體駕駛 等於是車長 他也不開 他只是說他來確定 萬一有什麼狀況他可以處理 他會坐在車上 但是也是自動駕駛 那會有一個真人 進到市區 只要一上了 要上了高速公路 他就下車 後面就沒怕了事 車子就自己在路上跑 我們現在正在 已經在做這些事情 將來要先從運貨開始 然後到運燃 那所以這個就是 當你的電腦 傳輸速度很快 溝通可以非常及時嘛 那目前是說也可以 像這個Tesla 不是現在也是 可以輸入人家 可是你不敢 為什麼 目前他的電腦溝通速度 沒那麼快 所以撞到撞到 撞到 都撞到 他來不及反應嘛 可是進到5G的時代不一樣 整個速度傳輸 所以5G時代 又搭配人工智慧 所以看路以待算什麼 將來台上的牧師是機器人 將來勁拜團是機器人 那個時代是一定會來的 你不要懷疑 因為現在在醫院照顧病人 越來越多機器人 只是現在機器人 做的一看就知道是機器人 這個太落後 未來的機器人會做的 讓你分不出來 他是機器還是人 現在所有的科技都是在 讓機器越來越像人 那當機器越來越像人的話 一定會有一個結果 就是人越來越像什麼 機器 因為你還是從小接觸到 保姆也是機器人 老師也是機器人 你老師人家早就講人工智慧 將來絕大多數目前的產業都會改變 你老師有機器人會教嗎 你問老師一個問題 老師說這個不是我的主修 他就不會了 問一個機器人說你給我兩秒 我上網查 馬上啪啪啪啪啪啪 所有資訊都出來 所以請問你是 劉商務司比較會預備獎章 還是機器人比較會預備獎章 當然是機器人啊 你只要多輸入幾個關鍵字 復活節 你把幾個關鍵字放進去 那個機器人就會自己搜尋 搜尋還會自己organize 所以目前 機器人已經會自己製造新的臉 你去上網看 有一些遊戲 是它會跳出一個臉 兩個臉 然後你要去分辨 哪一個是真的人 哪一個是電腦製造出來的臉 那剛開始會比較簡單 你一看第一眼就知道 這個是機器這個人看起來假假的 這個是真的 你會分辨 然後它隨著後面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 到後來你就根本分不清楚了 所以這個未來會造成什麼 會造成很多很多虛擬身份啊 我在Instagram 我在Facebook上 我放了一個照片 其實那個根本整個身份 全部是假的 那張臉也是假的 可是你根本分不出來 連電腦都分不出來 那張臉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我知道的是 現在有些公司 現在就在發展真的 他們在寫的軟體就是說 他們要交電腦去分辨 你現在輸入的這個臉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們現在在做這種練習 所以倒高一次摩高一上 所以電腦本身會學習 他越來越知道 人的臉的特徵是什麼 他就會去模擬出人的表情 然後就會有那個電腦警察 他專門去抓 你這是假臉 然後被抓的人就想說 為什麼被你抓到呢 我是怎麼被你抓到的 你是用什麼 你是用哪個點判斷我是假的呢 然後他就會自我修正 所以現在是兩邊在比賽 一方面他們自己寫城市的 他們是寫兩套城市 我寫城市 我寫一個小偷城市 我再寫一個警察城市 而讓他電腦自己會去競爭 讓電腦自己去修正 自己去成長 我只要把那個扣的線進去 他全部會自我學習 電腦的學習比人腦厲害的多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以後還要聽牧師講道嗎 當你聽了一大堆電腦的講道 你從影像上看到的某某牧師 你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這個牧師 你有沒有真的這個人 你根本不知道 他就自己去create一個臉 然後create一個身份 然後我是在某一個你們不知道的地方 什麼喜馬拉雅什麼事 對我啟示怎樣怎樣怎樣 我對你們說 然後就開始解經 其實所有的東西 一切都是電腦 整個帶領你的人 你跟隨他 全部那都是電腦 這就是未來的時代的發展 是變成這樣 好那現在已經講遠了 我只是要問大家 我們有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說未來會漫向那個時代 有的就好玩說 啊老實說的 我已經沒有在那裡了 你講的真的跟我沒關係啦 所以意思是說 我們不用去煩惱那個事情 是不是 那意思就是說 反正這個教會 以後怎麼樣 不關某個事啦 反正我也不在 這些教會以後 在不在 跟我也沒關係啦 那這樣的話 你為什麼現在 還要為教會奉獻 反正這個教會 早要關門的不是嗎 那你幹嘛現在還要去打人家邀了教會 反正都動不顧啊 不是這樣子嗎 如果我們就意識到 這個趨勢是我們無法控制的 那應該全球教會 都直接進入安寧照顧啊 就大家就每個禮拜來 聚會一次少一次 大家珍惜 我們這樣的聚會 次數也不多啦 如果你要回到聖經看的話 當然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教會歷史當中 有多少次大家都以為 教會完蛋了 當羅馬逼迫基督徒 到現在的去圖爾街裡去 去遊覽 那個都還是有 當年基督徒躲避 躲在那個坑裡面 那個地下多少層 那裡面的密道多複雜 就為了躲避 羅馬對基督徒的逼迫啊 當他們把基督徒丟到獅子坑 讓獅子咬死的時候 當時很多人想啊 基督徒完蛋了 教會完蛋了 教會一定會滅亡 但是沒有 文藝復興的時代 等到很多新的人民主義興起的時候 進化了出來的時候 當科學出來的時候 現代化的時候 每一次人 歷史改變 我們都認為教會完蛋了 但是都沒有 而如今進入到後現代 什麼都不要 沒有絕對性的真理 我們也覺得那教會完蛋了 但是 如果從歷史看來不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聽完這一段以後 我們就馬上要很現實地來問 所以呢 所以我們教會未來三年 四年 五年 我們教會怎麼辦 所以我在聖地亞哥的目前的浮世 我就開始思考的是 我怎麼樣 久了 我沒有把握 但我就開始想 至少 我這個教會未來五十年 我怎麼確保 目前我在做教會的領袖 依照我對教會的理解 我對聖經的理解 我對時代的理解 我怎麼樣 是現在為這個教會大的根基 是確保 他未來五十年 他不會迷航 他還是知道怎麼做 那你說不是五十年後呢 我相信 每一個時代 他會自己產生 教會本身 會找到他的出路 但至少我為教會打一個好的根基 那就是回到整個聖經的教會觀 所以如果你回到聖經的教會觀 你就發現 按照聖經的教會 聖經裡面的這種教會的運作的話 是不怕時代的考驗 不管你五G、六G、七G、八G 最後反正你一定會NG 那不管你怎麼弄 教會不會有 教會永遠會屹立不搖 這是我想今天想跟我們西亞徒子的眾教會 一起來分享 第一個你要知道 教會本身 教會的本質 是不會改變的 那就是神設立教會 這個世界需要教會 這是不會改變的 唯一要思考的是 教會要用什麼樣的形態 跟這個時代對話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個聚會 要去想的事情 其實第一個事情 我想所有的教會 馬上要做的一個改變 就是我們需要透過教會全面 硬體軟體的提升 我們必須要先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教會 而不是古代的教會 那什麼是現代化的教會 就是你教會的網站 你教會的數位化 你教會的影音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所有的教會 目前你現在迫不及待 你一定要從這裡開始 所以你的教會 一定要開始更新你的網站 你每個禮拜的主日的訊息 你們一定要做 就像今天這樣子 要做紀錄 然後把它放上去 這是最基本最基本 因為放上去也不見得有人看 不是說你最基本 你一定要有資料放在上面 當有人想看的時候 如果今天我搬到西雅圖來 我是台灣人 那我一搜尋西雅圖的台灣人的教會 至少一搜尋的時候 你們教會的資料 必須要成為它搜尋的對象之一 要不然第一輪你就被淘汰了 因為他根本看不到你 他根本不知道這裡 西雅圖有你的存在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大家需要用數位化 影音化 那服務的對象呢 服務的對象 第一個是服務本教會的人 像我們教會有多長輩 他在晚上已經不太能夠出來 那不太能夠出來的時候 你怎麼樣用現在的網路 繼續去牧養關懷 然後祷告 目前的技術 視訊會議 依然是會讓你覺得不順 你使用起來 你不會覺得沒有障礙 但是很快的 在未來一兩年的當中 視訊的會議會因為母親的關係 尤其在美國 這種通訊是很進步的 我相信未來一兩年之內 這種視訊 它會越來越承受 所以教會要開始 弟兄妹 觀念要開始改變 我們有很多的事工 很多的聚會 很多的牧養 都是要開始通過網路來進行 那你就想要這樣網路進行的話 我們的實體還需要聚集嗎 那我再回到 我用NBA做例子 我今天NBA我買一張票到現場看 貴得不得了耶 NBA決賽的時候 像現在金州勇士 對全美國最強的NBA 他打到總冠軍決賽的時候 你要坐在第一排第二排 可以跟球員拍牌的 那個一張票 是可以用十萬美金在起票的耶 是貴到這種程度耶 可是你現在在家戴上了那個春袋裝置 虛擬實境 你會感覺你就在現場耶 那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現場還有你去嗎 你覺得有嗎 有 人就是這樣 就是人一直在 你要先了解一件事 人一直在追求跟別人 人是先追求跟別人一樣 這是基本 你有的我也要先一樣 等你跟別人一樣之後呢 你不會滿足 你要追求什麼 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 越貴的東西 永遠有人買 因為當你貴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是大家都買不起 就會有買得起的人去買 因為他就是需要一個產品 來標示說 我是買得起的人 所以 當大家都拿那個虛擬實境的時候 有一個人可以炫耀 這什麼了不起 這個大家都有嘛 我跟你哪裡不一樣 我是直接坐在現場 所以對於我坐在現場 未來這種NBA的票價 只會越來越高 只會越來越貴 當每一個人帶著都覺得自己是在第一排的時候 那誰是真的坐在第一排 他就厲害了 所以只會有更多人要來搶 所以用這個理論來講的話 意思是說 在教會裡面 當大家都可以用虛擬實境在聚會的時候 理論上 你的教會如果經營得好的話 大家是越來越想來教會 還是越來越不想來教會 越來越想 因為每次當他戴上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熱鬧 他一拿下來的時候 他還是會覺得不習慣 那你說劉武士 你剛不是說年輕人不覺得嗎 對 他不覺得 但是請問他需要不需要對人互動 他非常需要 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喔 這真的很有趣 我們教會有英文他 都是use 青少年 包括我兒子 今年十八歲 很有趣喔 你在那邊講到 他在地下跟你滑手機啊 這個理卻不聽 明白嗎 因為他就是 他現在走到哪裡 他永遠就是要拿著一個手機啊 我去機場 常常看了一個小朋友 那個孩子跟爸爸媽媽出去玩的時候 那個三歲四歲 好乖啊 都不吵鬧 現在機場都不太會聽到 小朋友哭鬧的聲音 小朋友跑來跑去 也不要亂跑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小孩好乖啊 對不對 都在幹嘛 都在關手機啊 每一個小孩都坐在位置上 乖乖乖 拿著iPad 拿著在那邊滑 好專注喔 不過兩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已經習慣跟機器 跟影像下去了 可是 你講到說 你要滑手機 可是散會以後咧 那照理來說 你這幫人滑手機 散會不是很想 趕快回家 沒有欸 他來聚會就是在等散會 你知道這個矛盾的地方嗎 因為散會以後 你說走 我們去喝什麼珍珠奶茶 我們去吃仙玉仙 我們去哪裡 去哪裡 如果你觀察到 你會發現一件事 在大家聚會的時候 他沒興趣 他拿手機出來 跟人家在那邊互動 你在那邊講道講講 他會啪 他會照一張像 為什麼 他在打卡 他在告訴他朋友 我現在在哪裡 他說 現在是劉三無師在講道 他講什麼 我知道 Who care 就是 他講什麼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現在正在 劉三無師講道這裡 裡面他那種邏輯嗎 不一樣啊 他不叫後現代 他不是那麼care 你在講什麼東西 他care是說 今天在某一個場合 我標示出我的存在感 所以年輕人說 他會刷存在感 可是等到善會之後呢 他不離開 善會之後他覺得 善會了齁 不是說耍會了 吃完了齁 耶 我們等一下要去哪裡啊 我就發現 這跟我以前 年輕聚會不一樣 我們年輕聚會就是來做筆記 我來我就是要知道 這段聖經什麼意思 我就是要知道怎麼解經 歸納式茶經 我要知道這些東西 為什麼人家都不要這樣做 原因很簡單啊 年輕人說 歸納什麼歸納 我不懂就google一下 手機就告訴我啦 我學什麼學 我不用學 我做什麼筆記 不用啦 我都直接就這樣就好了 時代講疼了 所以他對學習這件事情的態度 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這就挑戰什麼是教育 傳統的教會 是傳授知識的地方 因為那個時代 你不來教會 你不會認識上帝 但現在時代整個改變 網路隨便用牧師講的 都比我們這些牧師好啊 國際的講員那麼多 我們現在只是需要跟講中文的 講台語的牧師競爭 以後等到語言翻譯機越來越方便的時候 我要跟全球的牧師競爭耶 因為那個人如果講完以後 他一放上網 那個電腦都會自動把它翻譯成各國語言耶 它是自動化的 我影片放上去 它底下 任何人要看的時候 他就只要設定一下 他要的語言 那個影片全部都會自動 現在報新聞都是機器人在報 這個時代就來了 所以面對這樣子的時代 教會有沒有準備好 什麼是教會 那如果你回到聖經來看的話 其實教會本來就不是傳遞知識的地方 整本聖經告訴我們 什麼是教會 對教會的定義 需要一個改變 什麼是教會 耶穌說幾個人聚會 兩三個人 兩三個人 所以我們學到第一件事情 回到聖經觀點看 教會人數重不重要 不重要 你是不是現在就很衝擊教會了 目前的教會最重要就是人數碼 我們這種傳統教會出來的 我去任何教會講到 阿摩斯律歡迎 請坐 周報拿上來 我們打開第一個看什麼 上周出席人數碼 因為我會從上周出席人數 上周奉獻 我們這種專業的就看體積報告 我一看周報 我大概就給我五分鐘 我周報看一圈 我大概就知道你這個教會的狀況了 所以這種傳統的教會 比較像是一個宗教團體 那這個要改變 因為你按照聖經來講 教會的人數是兩三個人 請問兩三個人 你們只要有兩三個人 下一句怎麼說 同心 所以你現在抓到重點 不是人數的問題 是什麼問題 同心 所以教會最主要的關鍵 不是人數 我現在越來越理解 為什麼沒有說二三十個人同心 為什麼 為什麼是兩三個 為什麼不是二三十個 因為二三十個怎樣 不容易同心啊 兩三個不叫容易同心啊 所以兩三百個呢 你現在開始明白了 請問是兩三個容易同心 還是二三十個容易同心 還是兩三百個容易同心 還是兩三千個容易同心 兩三個容易同心 這裡講到教會的本質 如果你從兩三個到二三十個 已經開始不同心 那你越大你 你以後的糾紛就越多 所以我今天早上才打電話 跟這裡的一個 因為我們那邊是戲議會 我今天早上才跟我們這裡的戲議會的牧師 問候他 他說教會多少人啊 他說我現在大概就是十幾二十個 其實對我來講 我現在聽到人數我已經沒有感覺了 以前不是喔 以前十幾二十個 蛤 一兩百 超一兩百個喔 一兩千個喔 你們知道 那個聽到的反應都不一樣啊 我現在不會 我的觀念已經慢慢地被時代挑戰了 因為我知道 人數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網路的時代 人數的意義 跟最早期農業社會 農業時代 人數的意義完全不一樣 農業時代 人很多代表人力 代表生產力 因為要收割啊 要曬稻子啊 要做很多的事情都需要人力啊 所以農業社會一定要人多啊 可是到了網路的時代 網路的時代要減肥喔 你這個公司人們多很多容緣啊 這要裁掉 要精簡人事物 要讓他人少效率高喔 晶片都是越做越小 沒有越做越大的 東西都越做越小 但是越做越小 功能就越來越大 教育也是這樣 這是第一個 教育觀的改變 就是 我多少人來聚會 這已經越來越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的效能 你的電腦的CPU 你的效能 你是第幾代的 能不能夠高效呢 然後散熱快 耐寒 耐水 抗潑水 耐熱 耐寒 耐壓 這就是變成 時代 這個時代 教會也同樣的 開始要做這樣的改變 所以我首先要問大家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不要管你教會的人數 我要問的是 你認為你的教會的效能如何 就是我們這個教會 是不是一個非常powerful 很有力量的教會 那如果你要是有效能的教會的話 你一定要處理一個東西 叫做定位 你沒有定位 你根本不知道往哪裡跑 你沒有辦法產生效能 尤其在全球化的時代 那你的角色是什麼 聖經裡面也是說 沒有意向民就放肆 所以教會很重要的事情是 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們要往哪裡去 這是大家一定要一致 這個像滑龍舟一樣 不要我滑左邊滑右邊 龍舟就原地再打轉 因為力量都抵消 大家往同一個方向滑龍舟 這樣會動 那我過去四年在聖地亞科的教會 最主要做的就是這個工作 我不是讓教會的人變多 我最重要的事情 是讓我們全教會的人 都知道我們要往哪裡去定位 耶穌說你們往普天下去 一定要去 那你要去哪裡 那你有一個定位 所以我就定位我們的教會 那我就要先問 誰會來聖地亞科 那你們猜誰去聖地亞科 據你們大家對聖地亞科的了解 瓜哥 還有呢 退休的人 退休的人 這是我們的明確定位 因為那個地方天氣好 退休的人往那邊去 所以我就定位 我們教會是 退休人的天堂 是我們教會講得再通俗一點 叫專業老人教會 我們教會就是專門不怕 讓我們招待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特質嘛 但這個定位後來被挑戰 因為我被邀請去 Lakunawood在Eurban 你們今天有一隊從那邊來的 Lakunawood那邊的Eurban的長老教會 我被邀請去那邊 他們有一個長春學院 我去那邊我想說 我們輸了 我們的定位已經被取代了 因為那邊才是專業老人教會 他們教會兩三百個 而且持續在增長 完全沒有年輕人 是厲害的 為什麼 因為你要住在那邊 基本上你就得五十五歲以上才可以進去 所以那個教會是五十五歲以下的人 沒辦法去那教會 我說Lakuna 你們宇哥 我的產品定位 我要回去重新修正 因為 有別人跟你做一樣的產品 而且做的比你更專業 你聽得懂這邏輯嗎 所以你就不能夠這樣子定位 因為已經有別人比你更適合這個定位 我說 我現在就在各地講 全美最商業老的教會 在Lakuna 為什麼 它是一個社區 那這些猶太人管理的社區 你就知道猶太人管理得非常好 光一個社區住兩百多戶的台灣人 社區 不是城市 你要搞清楚 社區 結尾球都住這位 一出門 都難以來通 社區 我才剛去 那個張牧師跟我說 劉牧師你要修正 現在已經三百多戶了 這是聖經的原則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 就是越多人去 它越來越旺 人越來越多 所以我今年去他們教會講到的時候 我說我們認輸了 我們教會認輸 老大讓你大 我說你們教會 要作為專業老人教會 而且你們教會 因為就五十五歲才能進來嘛 所以這是我在世界各地唯一見到 不需要做人同事工 沒有夫妻團氣 沒有社青 不用做大專生 不用做社青 這叫做專業 這個教會只做單一 只賣單一產品 反正我就賣乳肉飯就對了 我就只賣這個產品 都沒有別的 他們教會只有老人事工 所以我就挑戰他們說 所以那你們要想 你們這個事工的價值在哪裡 就鼓勵他們 說你們應該要做很多技術輸出 因為你們來你們這裡的這些長輩在一起 都是超級專業的 光是退休的務司 我在那邊就遇見六七個 通通住在一起 那包括我們在台灣的門諾醫院的院長 退休了 現在也是住在那個社區 人才積積啊 那個教會應該是全球博士比例最高的 這種台灣人教會啊 全部都精英在那邊聚會 就是說你們要開始去思想 你們這麼多精英聚在一起 你們可以怎麼服侍全球的台灣人教會 你們等於是精英總部啊 企業家 科學家 一大堆的教授、學者、牧師 所有的人才 住在一起 哪一個機構可以請大家來住在一起 我們一起來商討 我們做一個顧問團 沒有一個財團能夠做這種事情 只有上帝能夠做 上帝幫你們聚集在一起 你們應該做什麼 那你說那有時你們聖地亞哥怎麼辦 我就趕我去轉型啊 那怎麼辦 我就發現我們教會是有老人 但是我們教會還是有年輕人 那我也開始思想聖地亞哥未來的發展 因為我就發現四年前跟四年後很不一樣 四年前我人家都是退休的 四年後不一樣哦 然後越來越多企業開始進來了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太貴 這些企業它要在那邊呢 取得土地的成本 公司的成本 太貴了 所以他們就轉移到條件類似 氣候類似 然後開始講成群聚效應 他們就發現 聖地亞哥越來越多公司 尤其是生物科技公司 所以越來越多公司在那邊 我們維持我們的 現在甚至高通 所以他們現在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建築 所以我得到一個結論 當周遭洛杉磯 聖地亞哥是在加州的最屁股嘛 我們站下去就老末了嘛 所以後面沒有人跟我們競爭嘛 所以這樣子的話 聖地亞哥將來肯定會越來越發展 所以我就估計 聖地亞哥將來會越來越多年輕上班的人 未來等於是會 Follow西亞圖的Temple 會慢慢發展 但是不會像西亞圖發展這麼快 因為聖地亞哥南邊是墨西哥 那川普又要蓋回家也過不去 左邊是海 上面 聖地亞哥到爾班中間是禁艦 因為那個是美國非常重要的 航空跟海軍基地在那邊 所以那個地方是禁艦 因為動一動就戰鬥機在飛 航空母艦都在那補給保養 所以那是一個很大的一片軍事區 不可能蓋房子 不可能让老百姓来住 因为圣地亚克是天然的深水海港 所以航空母舰可以进去 所以这样子的话 圣地亚克本身的发展是受限制 不像西亚图 圣地亚克不会有爆炸性的成长 但是它是缓慢的会成长 最后就重新定位 我们教会是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 我们教会是要建造一个四百人的航空母舰 因为圣地亚克就是航空母舰 我们是要发展一个航空母舰的宣教的基地 我们有老人 而且我们会有非常稳定的老人 虽然我们很多弟兄们每一年都会安息见主面 但是几乎我去的这四年 每一年都会有外周的后期补给 无人造无人跳 就会有人补上来 所以我可以断定 大概未来不要说五十年 大概是未来三十年 我想我们的台语事工不会灭滑 会萎缩 但是我刚刚说了 人数不重要 就算最后萎缩到剩下十个人 它还是可以高校的 所以我就不担心人数 我只是确定 我们需不需要台语的失控 我的答案是需要 因为将来一天你也没辣 你怎么晓得你老了不会搬去生地亚克 很有可能啊 对不对 很有可能 那你说刘先生说我搬去尔坎 好那这个是 这个是怎样 我解脱的活能够的 尔坎那个地方叫 拉布拉布德 那带一环众的拉布拉布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的优点就是 全部都同一个时代 很通 那你猜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心情常常不好 隐容带到道顶 那结果会什么人看白痴 对 好 像一月谁谁谁又怎么样 因为你这样会没有年轻人 你自己越来越老 看着你的学长学姐 一个一个走 会温住 所以现在了解 拉布拉温住 好 所以你们这一对 夫妇懂得搬回来 跟人家住 这个是聪明的 因为我刚才问他 有师父 有啦 一个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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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一个长辈 你家里面有十三十五岁的人 请问这个长辈 会不会活得比较久 会 因为你会看到青春 你会被感染 所以你就知道上帝是公平的 有几后的忍住 所以我就相信有些人 他 我如果老了 我会做选择 如果我搬去专业老人教会 他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可是我也有我的产品优势啊 如果你说同样两个地方 距离一个小时 我去圣地亚路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去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是有年轻人的教会 那个教会是有儿童的教会 所以我在那个教会的 感受到的气氛 那又是不一样 没有好跟坏 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用我自己在圣地亚路 服侍四年的经验 第一个我要干宿舍 我们现在教会准备要见他 为什么我要干宿舍 因为我说我们的定位叫做 宣教基地 宣教基地就是说我专门训练人才 训练谁 台湾人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盖宿舍 盖一个大概三十个人的宿舍 有两个人一间的 有四个人一间的 然后可能有一两间 是八个人一间的 短圈队来集训 像我们去年 你看我们这家会多老 人家是回台湾短圈队去哪里去啊 去到当年去短圈队 又是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所以家会已经不去了 我们家会三十年了 去年才第一次回台湾 你看我们的天步多慢啊 三十年了我们才第一次 是我们的短圈队回到台湾去短圈 但是我们的观念已经不一样 我们回去的目的 是去招商 我们回去的目的 是去建议关系 然后请他们来 这是我们的目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去年第一次回去 今年现在是四月 今年的七月 我们回去大陵 嘉宜大陵 大陵那边的一个同济中学 那么校长青年 去年就讲了 他说 哇你们这次我们太感动了 你们这些人不然回馈 我们就回去教英文嘛 那回去教什么 就把这里的VBS 这里的VBS是给小孩的嘛 回台湾的程度 刚好是国中嘛 所以我们就把这里的VBS 拿回台湾 然后用黄金比例 什么叫黄金比例 就是七句中文 三句英文 这叫黄金比例 那那个宣教士就说 以前我们请来的 都是外国人来教阿尼亚 全美语 标榜全美语 问题是你才一个礼拜而已 他们也没办法吸收啊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黄金比例 就是里面是外国人跟台湾人的比例三比七 十个里面是七个台湾人三个美国人 然后假也是一样三比七 那些教材里面呢 假十句里面呢只有三句英文 会让他们觉得说 我的英文有进步 让他们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事工 所以那个校长说 哇我们很感动耶 而且你们来都同年龄 你知道吗 都同年龄 但是不一样 那个文化交流 让校长非常有感 所以校长主动说 可不可以明年 我们派学生过去好不好 我们说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教会今年 收了接收了十个 是从那个学校 然后从别的教会送来 我们大概今年教会 我们就招待二十个海外人的年轻人 他们一放暑假 自己自备机票就来 然后到上帝牙哥 住在我们的会友家 然后到教会集训 然后在我们教会做VBS 早上VBS 下午带他们去体验美国的文化 给他们导览 完了以后 在那边留十天 完了以后呢 原班人马 包括我们教会的 再杀回台湾 回台湾以后 再做一次VBS 但是第一次他们来的时候是住家 回台湾以后呢 我们教会的人就变成顾问 他们就变成老师 那希望明年 他们就可以继续延续 所以我将来就可以从这个点撤退 我们只要留几个主要的同工做指导 其他人就再去别的点 再去拖就对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 我所谓的北美教会的定位 要做技术输出 不是做人力输出 你的技术经验资源 是最把握的 所以我们教会的定位就很明确 我们是一个宣教型的教会 我们教会要盖一个宿舍 我们教会要建一个400人的会堂 就是我们教会在盖一个航空母舰 对我来讲我觉得台湾人在那边 台湾人讲台语的教会 台语为主的教会 里面有中文台英文台 四百个人都是航空母舰系的 所以我们主要是这样的建设 所以我们要盖一个400人的会堂 然后我们要盖宿舍 就将来长期的 稳定的不断的接待 台湾人来 好了那我讲到圣地亚图 我现在就直接要回到西雅图 那弟兄怎么会难你呢 那你认为整个西雅图 人家为什么会来 你的产品定位在哪里 对于你们在西雅图的这些台湾人的教会 我们今天在座都是台湾背景的教会 我们主要服侍的对象是谁 面对现在越来越多科技公司搬到西雅图 上帝把你们这些台湾人放在西雅图 到底你们的使命 你们的vision 是什么 我要再说一次 这跟人数一关 如果今天你们只有两个人 我会讲一模一样的话 因为我是按照圣经 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一 你可以做什么 这个所谓的做什么 不是叫你在第一线柜台接电话 那个做什么指的就是资源整个网路的观念 我怎么把资源透过我 开始去串联 我开始怎么做这个教设 所以我在圣经的教会很清楚 我们说我们是台湾人的教会 我们要支持台湾的宣教 我说问题是台湾的宣教你支持不完啊 我们教会又不是几万人 我们教会也就大概成人一百二到一百五 再加孩子大概三十个 那我刚去的时候孩子大概也是十个 那么现在还是大概三十四个 如果到复活节、圣诞节 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办WBS的时候 可以来到七八十的 我们就大概是这样的规模的教会 你要我去对全台湾宣教 不切实际嘛 所以我们有一个定位 我们专门支持在台湾的宣教士 这是我们教会的清楚的定位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北美的教会 我们有双云的能力 所以我们应该是把美国的资源带回台湾 所以我们是做这样的工作 那你会发现上帝是非常爱台湾的 我上次来西雅图我才知道 西雅图超厉害的耶 西雅图有一阵教会叫Blue Sky 你知道他们的牧师有一天说神感动他 他们要去台湾开教会 那怎么开? 不是说我来征召 有没有人要工作辞掉 不是短圈喔 工作辞掉 我们一起去台湾去建造教会 你想想看如果是我们 我今天这样呼召 有没有人我们去台湾开教会 那你工作辞掉 我们就一起去台湾开个教会 那你觉得你可以招募到多少家庭? 你们猜 我想不会做过十个啦 但是那个洋人的教会 他们进来 牧师讲完以后 招募到四十个家庭 四十个家庭 牧师说好 那我们会有一个主日开放物馆 不是一整年开放物馆喔 我只有一个三分玻璃开放物馆 目标一百万美金 我们要去台湾开教会 结果他们一个主日 你知道物到多少? 一个主日不到两百万美金 一个主日 他们现在已经在台北开了更远 更新的更 更远教会 我上次来这里 我才听到这个故事 所以我今年六月回台湾 我一定要去拜访那个教会 然后这个教会 这个Blue Sky 他们去Austin 主任牧师带头 说我们也要去Austin开多一个教会 所以我下礼拜我要去Austin 所以我下礼拜我要赶快 我就联络那边的同工 联络Austin的教会 我就要去拜访 请他们帮我联络好 我要去拜访那个Blue Sky 我很感动 因为我从各地接收的讯号 上帝到现在还在投资台湾 不是只有过去派马街 派很多宣教士 开医院学校 到现在上帝还在家 你知道吗? 还在派 所以我们教会在台湾支持的是一对宣教士 他们在那边他们在乡下服侍 我们教会支持一个咖啡厅事工 那个咖啡厅事工 是一对美国的夫妇非常年轻 他们大学一毕业 两个人就去台湾 他们要在每一个城镇设咖啡 福音咖啡厅 他目前在西门町 自己对夫妇怎么去台湾的 多好笑 那个先生以前在美国中部 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参加短讯队 哎呀 三个啦 他是不泰连的 他说我要去泰连 结果走去办下来看那是台湾 真的 我发现很多洋人 他泰连台湾他搞不清楚咧 所以他说 蛤 没办法 台湾 台湾对台湾反正都一样 快去哪里 可是对他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为他去台湾短许 在那个短许队 认识他太太 所以他们是在台湾的短许队认识的 太太也是从美国去短许的 他如果去拍了 现在两个人就不会遇到一起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喜欢台湾 他们两个人在台湾的时候 两个人交往就说 那你愿意我们一毕业 我们在美国大学一毕业 我们就委身台湾 我们的目标在台湾的每一方 都开一个福音的咖啡店 所以他们一毕业就这样做 在西门町 红楼站 出去红楼西院左转 有一个咖啡店叫Arroma 那他怎么运作呢 他开咖啡厅 对不对 所以他申请的签证 是商务的 是他要去台湾经营咖啡厅 可是呢他的同工呢 是从美国他的教会 这边招募的 他去美国各个洋人教会 说你们来帮忙我们 我们需要义工 不是帮Arroma 我们需要义工 是跟来喝咖啡的台湾人 聊天 用英文 练习英文做华字 然后向他们传名 所以他们拿什么签证 不是官方 他们拿义工证 所以他们跟台湾申请说 我们要来 我们是外国人 我们想要来台湾体验做义工 他们拿一年的义工签证 好那请问你 他在台湾一年的生活费 谁负责 谁负责 他自己负责 所以他要去台湾之前 他要先 他们会告诉他 你在台湾一年 大概需要多少钱 所以他要在美国去他的教会 去别的教会 写代导信 水災里 反正就是说 你要去 你要自己先付到一年的生活费 然后 有这个出发证明 然后跟这个咖啡丁联络 说我资金到位 好 我准备过去了 那边就帮你安排 找地方住 然后他们就去台湾去一年 然后去一年以后 然后就要跟那边 跟那边的这些顾客 就变成那个咖啡厅的特色 就这个咖啡厅里面去那边 随时都有老外 因为那是一些老外开的咖啡 那台湾有没有很多人要学英文 有啊 所以就一大堆台湾联络的人去 他们就开始 礼拜天下午 整理教会 在咖啡厅开始 主要崇拜 他们现在开第二家分店在万华 他们的目标准备 在台湾各地要拓展面 我们支持的是这样的事故 所以我们的短线队回去 一定带两个东西 第一个在美金 第二个在美国人 啊你在美国你都自己回去 那没成年在美国 那你这样跟台湾的教会 有什么两样 啊我回去大理 那你跟台北的教会 去乡下有什么两样 你没失去你的特色嘛 你的地位不对嘛 我们既然是美美的教会 你回去 你当然要拉美国人一起回去嘛 那你当然是要带美金回去嘛 这是我们说的很简单 所以我们教会 现在做了这个事工以后 神就开始开路 就有人说 哎你做这个事工啊 那我把我现在手中的工作 全部交给你们 所以我们就 天上掉下来一个事工 叫做永世营 这个永世营是在明尼苏打 有一个企业家 没有去过台湾 他祷告的时候神感动 他说 你要去帮帮台湾 你要去台湾做宣教 这个企业家 他说怎么做啊 所以他就在新庄租了一栋房子 聘一个台湾人来管理 然后跟他们当地的明尼苏打那边的教会合作 然后跟那边的神学院合作 神学院的神学生 要派去台湾体验宣教 所以是一直有人派过去 所以我想说 我这个想法很高明 我们家里盖一个宿舍 一直有人过来 我今天有信才知道 说那是熊的宿舍 那只为我当干预 人家早就已经在台湾放了一个店 然后我是不断地把人送过去 然后每一年都定期有教会的短缺队 他就会去那边 他是常态性在运作 不是以前 今年打几发子弹 然后再过五年才会下一发 他不是 他每一年都在做 但是他有体会 他要跟台湾人合作 那他要跟什么台湾人合作 他要跟北美的台湾人合作嘛 所以就找到我们教会 就来合作 所以我用这些例子 我希望你们开始去想一想 你没有成品的定位 你是要怎么往前走 我们先不要讲说什么数位化 网路化 将来教会怎么物识是七七的那些 我们先不去谈那么远 我只先谈一件事 你的教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你们教会的效能功能 两三个人聚集 你们的功能在哪里 你应该怎么定位 你们在这里可以做什么 谁会来西雅图 西雅图跟圣地雅图哪里不一样 你们刚才听了一大部分 圣地雅图的例子 那你们现在举一反三 你们自己来想想看 那西雅图呢 我们西雅图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给大家三五分钟 你们可不可以前后 你们就自己随机的四个人五个人 你们就开始讨论好不好 主要我们西雅图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工 我们西雅图的特色 谁会来西雅图 我们向谁传福音 我们做一个西雅图的台湾人 我们可以有哪些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先简单讨论一下 才不会都单下一直讲 好不好 给你们几分钟 给你们赶快讨论一下 你的录影可以暂停一下 你的录影可以暂停一下 什么地方 因为这里有讯号 来跟大家分享 你们很快乐 好来 OK 然后 我姓陈 我是Thomas 那 只是我们刚刚 五个人 就是在讨论了一下 我觉得 西雅图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不好意思 我来西雅图 也是有班 你们明明或者什么 但是看到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西雅图的地理位置很特别 它位于亚洲跟欧洲 就是美国到这两个地方最近 从欧洲来到美国到西雅图最近 从台湾来第一个通道的地理层就是西雅图 所以这个西雅图它对爆炸性的成长 不见得是这个高科技的公司 它有一个 location location 加上文化 它的吸收艰难的多元性 没有控制它 没有控制它 尤其这个强调的一个自由 所以什么都是自由 什么都可以接受 这种咖啡文化 什么都可以 这种 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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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為我們太能變了 但是像你說的啊 他是在亞洲、歐洲中間的一個集散點 所以為什麼你的機場比聖地亞的大恐怖 這是我們剛剛在討論 看上的一個 哇,這個很寶貴喔 這個是我不知道 謝謝,謝謝,來給大家一個掌聲喔 他講到的一句話 現在是要我們重要的特色 你們這邊有討論嗎 來,你們簡單的分享一下 謝謝 我們講的是很善語 oh, that's Chinese so, I think what we share is that there's so many people in Seattle who are from Taiwan but we need to be helping them worship in their heart language whether it's Taiwanese or Mandarin or English and we're not going to try to force people to be Taiwanese-speaking but the focus is that we are a church that's our first identity our second identity is if we're Taiwanese and whether we're English-speaking, Mandarin-speaking, or Taiwanese-speaking and personally, my vision for the Taiwanese churches is like if we can combine and kind of like do small groups together and share resources together that would be so great and then if they go Sunday to a different church as long as they're worshiping in a body that's the powerful thing is in that small group so, if we can share our resources to small groups and then encourage our small group people to go to the church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s the leaders group, church, or a different church because you've got to worship in your heart yeah 謝謝 我們給他一個掌聲 再講的是 再我一定要促衷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就是 講到在這個時代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說 聯合事工 請問一下聖經的觀念是 合一還是統一 合一 合一是可不可以不一樣 可以不一樣 不可以不一樣叫做統一 合一就是說 你有你的主體 我有我的主體 我們合在一起 三五合著的繩子不容易成斷 聖父聖子聖靈是不一樣 如果一樣就不用三位 就一體就好了 三位一體代表它基本上是三 它是不一樣 但是不一樣卻不妨礙 三卻好像一 這叫合一 那像我們今天我剛有問說 我們大概是幾個教會 你們有人知道嗎 我們今天在這裡是幾個教會 四個啊五個 幾個 四個五個 我收到的訊息是五個 OK 五個教會在一起 我們並不需要彼此犧牲我們的主權 我們教會目前在靠近墨西哥在幫助兩個教會 因為我的教會觀就是效能 而不是人數 那如果效能的話 請問人要拉進來還是送出去 送出去 送出去才有效能嗎 人都進來哪有效能 你人送得出去才叫做效能才有影響力啊 所以我們的人就送出去 我們南邊 我們是路實人 南邊有一個路實人 牧師退休 所以那個教會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們教會就開始 每個禮拜 我們就派弟兄姊妹去跟他們聚會 然後我們教會的敬拜團 我們教會最強大的敬拜團 自己寫歌的 我就派他們一個月下去一次去幫忙他們 順便做個廣告 這個敬拜團五月底 我也請他們要到你們這裡來 不要只在聖地亞哥們一次 要去遠一點 要直到地期 所以我就把他們派到你們這裡來 所以歡迎你們五月底 到時候這個消息再公布給你們 所以我們的人是一個月我就派他出去 我們的牧師輪流去那邊講道 我們的長老輪流去那邊的插金 所以我不care禮拜天我們教會裡面有多少人 我care禮拜天我們教 我們教會外面有多少人 就是我們教會送多少人出去 我care 我覺得這個叫做合一 所以我們在推動聖地亞哥的聯合事工 聯合事工就是學生聯合迎新 大家都要迎新大家都要弄節目 台上根本沒幾個人 乾脆我們一起一個教會迎新來四十個 我們目前七個教會聯合迎新來兩百個人 但是迎新完以後不要一起做 因為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我們大家都知道北美教會是靠分裂三十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靠不是分裂 我們是要靠拆判 就是為什麼要分裂 沒有一樣的 我們現在就說 本來就沒有一樣 本來就要撒出去 我念台北 所以我們是聯合迎新 聯合迎會 他們上個周末才剛剛聯合迎會 可是平常團聚各自慕養 那我也覺得西亞哥也應該是這樣 你們應該平常的事工都獨立 所以我們在南邊靠近墨西哥 一個叫榮光教會 另外一個教會叫榮祖教會 那個教會人也不多 兩邊人都不多 所以就有人說 合起來嘛 兩邊都同意唷 說好啊 馬上一開會問題就來了 請問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難免 有人家家叫雙榮 因為你從荒榮祖 那我們就合併後 叫雙榮教會 你覺得這樣會有解決問題嗎 沒有 因為畢竟我的名字不接 沒有人喜歡自己的名字不接 所以我就跟他們接 因為我說 你不要合併 你們改成聯合崇拜 就是平常的長職會獨立運作 牧養工作都獨立運作 我們只有主日崇拜一起 為什麼 省獎原廢啊 我一個沒說 他說這二十個 那二十個 那你不做四十個 我做一次講 那你不可以打開 所以這叫做聯合崇拜 可是馬上遇到問題 那奉獻怎麼辦 我說奉獻 奉獻帶 大家註明各自奉獻 如果是沒有住民的 就直接一人一半 扣掉必要的費用 這叫做聯合崇拜 就是不要去干涉到人家的主體性的運作 人家本來教會的同工想做什麼 你還是去做 我們只是主日崇拜一起做而已 這叫做聯合 就像你們 我聽說你們 八號月是不是 你們有聯合的野外嗎 那我覺得很好啊 大家平常各自運作 可是你們可以有聯合的崇拜 那我只是建議說 這麼難得大家聯合聚集 可不可以有一點更有效的 像我們教會現在支持一個肯亞學教師 是一個肯亞的一個女的牧師 她在做孤兒事工 那他們什麼都沒有 經過我們的一個會友認識她 介紹到我們教會 第一個主日 上台報告一奉獻五千 她收到五千塊美金 對我們來講還好 人家台灣一個禮拜就兩百萬了 那五千塊你還會說 問題是她拿回肯亞很好用啊 她五千美金拿回肯亞 穿回來的照片 我們那孩子們有鞋穿了 我說我們就開始 那你還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教室 不然你過來 我們就請她再來 那我也知道 我們一個人家會五千塊 那等一下是一個 就這樣子了嗎 所以我就聯合了聖地亞總教會 辦園遊會 對不對 台灣美食 像你會在美食傳統中 問題是你那個錢還來幹嘛 我們就所有的收入 就給肯亞 所以她那一次 我們一天禮拜六 一個園遊會 她這次回美國 這是去年的事情 帶四萬 然後她想看 四萬帶回去 小朋友就有教室了 那我就建議啊 她說 不能永遠我們養啊 我跟她說 你不要擔心 美國五十週 一週養你一年 你可以活五十年 好 那你們 你們可以討論啊 你八月份 你們那一次 你們就野外崇拜的時候 你們就大家做些什麼 不會啦 不會啦 就只要不開火嘛 在公園不要開火 都現成的食物 坐在那邊 然後就讓老外來買 我們還可以寫一個說 是會奉獻 有人禮盒賣十罐 她就丟一百說免照啦 因為她知道 是要奉獻給肯亞的故人院啊 那你這種聯合施工 才會有意義嘛 不然她說聯合聯合 就出一個 公檔 唱歌唱唱山回去 真可惜啊 你這個利器出去 可不可以十倍百倍 正義上說 一個種子三十倍 六十倍一百倍 所以如果你們一個聯合的 結果你們拿個 我不要說 你們拿個一萬塊美金 她帶回去肯亞 她高興死了 這就是聯合施工的意義 所以剛才的前面講的 我覺得很認同 不是語言的問題 語言的問題 手機就可以解決了 是文化 是文化 那個定位 因為我們今天做台灣人的教會 台灣是個品牌 我們在斯里亞 台灣品牌很好用 大陸都文明而來 我就會回憶說 牧師啊 我們要做中文堂喔 那門口那個台灣教會 台灣鐵條 鐵條 那台灣人是放在那邊 我說你這是舊的觀念 No 這個時代 台灣兩個字放在那邊 有心的人更會來 所以真的啊 我們將會做一做以後 有一些來這邊 像斯里亞哥 就是來很多來部署 那他部署子的啊 那他部署子沒講啊 他不會開車啊 那我們都會有 就是他鄰居嘛 啊 禮拜天 你知道這些來當外勞的 他是要禮拜天放假的 因為他一到五要顧孫子 禮拜六禮拜天 還給 還給爸爸媽媽 所以他說 我們是禮拜六禮拜天 是週休二日耶 所以 他要講點中文啊 平常在家孫子都講英文啊 他們都比手畫腳 所以他禮拜天說 那你去 去一個台灣人的教會 去吃台灣美食 台灣美食無極無明 然後感受一下台灣人的熱情 他後來在我們教會受寫 受寫要講感言 老太太講了我們教會 全教會多感動啊 台灣人教會很好啊 我喜歡你們台灣人啊 跟你們在一起挺好的 我心裡想說 當然好啊 開玩笑 我們台灣早就在流傳裡面 大陸十億同胞九億片 還有一億戰訓練 對不對 我爸爸什麼樣的人回去 回來也都是講啊 大陸啊 只有娘是真的 其他都假的 這開玩笑的話 就是在形容那個 當時那種氣氛嘛 他跟台灣人在一起 當然很好啊 我們不會有人變他啊 我們的話沒有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他把那個大陸的會有 也是黃金比例三比七 就是大概七個台灣人 三個大陸人 我們教會 我們現在大概是八比二 但我想未來我們建黨以後 應該是會調整到三比七 我去看那個大陸的會友 我說我們台灣人教會 文化裡習慣 他說哎呀 牧師裡講什麼呢 我在大陸的廠長都是台灣人啊 我們多信任你們台灣人啊 台灣人做事老實可靠 不騙錢又負責 頭腦又靈活 我跟台灣人合作 那太開心了 所以你就發現 對於內行的國內的朋友來講 台灣是名牌 所以他喜歡台灣的文化 我們做大學生事工 那個大學生受洗的時候說 我當天來美國 我爸就講 你一到美國去 你別給我信什麼洋教 我後爸講 爸 開玩笑 我們是忠貞的共產黨員 堅定的無神論者 不可能去信基督教 問題是我來讀書 我基督家庭是個台灣人啊 我覺得台灣人怎麼這麼好 他說我今天受洗 我遇到你們這麼好的人 我能不受洗嗎 他說大陸人很會講話 你知道嗎 一分可以講十分 很會講話 但是我們會有天的很高興啊 我們才在做統戰好不好 誰統戰誰啊 要不知咧 所以 對我們教會來講 沒有這個困擾 只要你的比例同對 7比3 黃金的比例 那你說 我們當中有些人 想要做大陸的工作 我們就去開拓 所以我們教會有支持 一群台灣人 他們想要專門做 中國大陸的福音工作 可是同工都是台灣人 我們教會就場地借利用 你就專心做 你有什麼跟我們講 你需要我們全力審慌力 我們是一個航空無間的改變 我們就成全這些聖徒去做 這個叫做聯合 所以我也想西雅圖的台灣人教會 你們也去思考 現在這麼多科技公司來了 你們就二一天做 大家分一分嘛 五個教會 一個教會認Microsoft 一個教會認Facebook 一個教會 就大家責任區嘛 責任制認領嘛 那就專門做裡面的台灣人嘛 我在想要怎麼做 一個月一次 台灣美食 一個月一次 禮拜五中午 台灣美食午餐會 就由那邊的台灣同工發Email 給他所認識的公司裡面的台灣人 借公司的會議室 大陸的也可以 他反正就Email發出去 這禮拜五中午 我們來請大家吃粽子 吃草米粉 反正就教會的弟兄姊妹煮嘛 煮了以後就送進去 大概來三十個人 每個月一次 做兩年 做兩年 就做成像團體這樣固定來 就會有求人 他就固定 那個就變成是你在Office 做職場的工作 那你們這幾個教會 就大家彼此 一個教會認一個啊 哎呦開玩笑 你們這裡魚多到抓不完啊 市場那麼大 一個教會 增加二十個人 你就已經 體質就會好很多啊 所以這個觀念 觀念上的改變 好 所以剛才那一組的分享 有百分之一百的認同 真的太大了 來 前面 你們呢 會不會 你們是專業傳賣跟風災 對 SFCC I feel like they 沒有沒有 I think what we've done in the past is they were planting seeds 有很多那個留學生 Yah Yah 這個留學生好像 我們聖地亞科少很多 你們這裡好像很多 對 I feel like they if anything SFCC has done in the past I think it's been just planting seed and pring that seed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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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w wherever they are just Yah In the future 就是 you know they will discuss 就是 聽你講說 野外禮拜 對 對 對 就是 去吃 對 Just go and you know have get a bit but that also needs you know people to make the food and yeah 需要人工 so that's something 對 對 所以這個叫做聯合市扣 Yah 所以這個叫做聯合市扣 我不會管道你 我們是合作 你不會覺得 怎麼多一個老闆來管我 不是那樣的聯合市扣 Yah 謝謝 而且留學生是很重要的評判 因為我昨天就花大 真漂亮啊 我一進去然後又都是那個 現在是什麼那個櫻花啦 我一進去我說 這是哈利波特學院嗎 好漂亮 我馬上照一張相傳給我女兒 因為我女兒本來是想要來西亞歐讀書 後來學校想學金只可以三萬 到我們外中才貴了 讀不起她只好忍痛 所以就跟她通電話 我住在西亞歐 她說你在我的學校嗎 我說對我馬上拍照片給你看 馬上拍照片給她 我說哇好漂亮啊 我說真的早上這麼漂亮 我當時應該 就讓她來這裡讀一下 真的人生在年輕的時候 在那樣的環境讀書 是幸福啊 你們可以做大學生 還有很多現在有些小遊學生 高中生甚至國中生都被送來 這些事工看樣子在西亞歐的潛力是很大的 因為我昨天在華大 有些人他們是從社區大學 他們去讀社區大學 然後坐四十分鐘的巴士 去華大參加團體的 所以這一類的事工 是可以眾教會一起做 反正學生做一做都會走 都是為上帝做的 大家都弄不到好處 對不對 必領要拿來這位料 拿去給料 對不對 這個觀念 來這邊有人自動舉手 他講到那個學生事工 對 我們家附近就是一個非別人 因為最近台灣還有大陸來很多高中生 高中生 所以我們可以做Hobstay 所以你們在做的 然後家裡也有年輕的小孩 可以Hobstay 就是Hobstay 找兩個來 或是找幾個都可以 你家裡大的話都找幾個 那跟你們小孩子之間 也可以互動 跟你們的交流 那如果說他們Hobstay 你能進來以後 我們可以運用這個資源 就是說把這個小孩子 帶到團體 是 不同的教會 我們說我們這邊有什麼團體 我們就把他們送到他們團體 那也是藉機會傳扶 這是一個問題 是 那另外我們說 我們這邊有很多 有建安的樣子院 還有日本的樣子院 還有那個 中波羅羅 還有像新蓋的那個 樂趣之家 很多的民主 退休的 那那些華人呢 他們很多還沒有聽到福音 那我是覺得說 像我們老年人 我們小組裡面 就是幾十七十幾八十幾 很多 我是覺得說 也是我們很好機會 我們可以利用 就是說暑假 我們就去那邊 就是說我們有個 就是我們小組可以有去 用這個機會去那邊宣教 就是說我們去講見證 唱歌 比如說我們師班 或是小組 去唱歌 什麼榮耀日光 什麼都好 就是去那個不同的地方 去做見證 做縣師 去那些老年人的 還是有機會 對著年長者 沒有機會說我們福音的 讓他們聽到這個福音 我覺得這個都是機會 所以剛剛路師今天講到這個 MISO 是用自己 我覺得很好 像你剛剛講到 無視蓋 所以我們要去拜訪那個 無視蓋 對 資源你一起啊 我相信你應該可以去找 我是不是 他那個是不是去到 無視蓋去的 是不是就在市裡 對 他一個去找那個朋友 叫天亞 他就 退休以後就回去做 那個資源 那等一下你吃飯也不要跑 我六月就要回去了 這個資源是很重要的 那這樣這些事工 就聯合做啊 我還聽說你們 有弟兄在開Hotel 那不用 我還要募款蓋宿舍 那人家根本是專業的 還有人打掃咧 多好啊 這些資源 有沒有可能 比如說你們的學生 事工聯合 你們就從台灣 聘一個 負擔的 各教會 一人出一點 支持他 讓他這邊做這種 專門做學生 幫各教會 或者做這種 所謂的聯合事工 你們做教會一起做聯合事工 這個你們都未來可以去想 我們當然今天 因為第一次這樣舉行 大家一起來發想 來 前面你們這一組 都很客氣 太客氣了 我們這一組 其實我們這一組 就差不多有三四個教會 哦 不同教會 那我會覺得說 現在的教會 現在 每個教會 其實都有很多的 年輕的 young couple 是 working professional 來到這邊 沒錯 他們的時間都非常的忙 對 他們工作時間都長 而且他們的 一些要聚會的 schedule 都非常的 不一定 對 所以 所以要有一個 傳統式的聚會 有時候對他們 對他們 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就是brainstorm說 怎麼去 怎麼去幫助他們 處置 有這種的交流 可以讓他們 所以他們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 be more flexible 差不多多元化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時候 好 啊 有的我也提出說 其實 因為我們傳統式的 都是很多是bible studies 對 就是teaching information 像剛才牧師講的 那或是我們可以用一些 比較屬於 這樣怎麼 讓他們有interest 可以他們也可以 可以 他們覺得他們可以 contribute 好 假如說 有那個project 現在很多人 現在都是engineer 教會 有什麼project 讓他們幾個人 去problem solve 所以他們可以 也involve 他們在參與當中 而且他們在那個 他們在了解當中 他們就會自己去找這些 外國的 informations 對 所以這是一個想 這是我們的一些想法 那 那剛剛也提了 有Mushu提到說 這個就是多元化 就是大家collaborate 然後讓我想 你跟Santiego的 的一些特產 我們這邊的特產 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那我們想說 我們其實我們可以像說 Amazon這種的概念 因為傳統的教會 我們常會 就是很多的 就是那個 激貨會比較多一點 對 大家 教會都在激貨 都存了一個很多的東西 對 那或許 我們可以比較efficient的 不需要說 每個教會都要 激很多的東西 對 活化 活化一點 讓他們可以 像人家 Amazon他們的方法 也是 他們不需要他們多過 對 他們就是轉送而已 他只是轉送而已 我們西雅圖過去 也是一個轉送的點 是 我們就是福音的轉送點 是 我們就是福音的轉送點 很好分 西的思維 好 來趕快來講 我們要問他吃飯 你們 這邊剛才講 你們這邊 來來來來 你想像 劉牧師你好 很久沒見面了 可以喔 剛剛我們這個組 有兩位牧師 一個牧師 還有一個張牧師 還有我們兩位弟兄姐妹 一位姐妹上海來了 然後你會是台灣來的 我是台灣來的 我是台灣來的 剛剛我們討論了一下 有一點 大家有一個構想 是 是網路時代 劉牧師年在台上一直提到 現在是網路時代 5G啦 也許將來是NG啦 送給你 那時候就不知道了 那我就根據這個時代 然後 找出這個時代的需要 我們西亞的世界有一個網路重鎮 網路重鎮所在 你現在提到網路 沒有人不知道 西亞的Armor 是 還好 維蘭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這邊這方面的人才技技 我們可以透過用我們的優勢 我們主廠的優勢 就是網路 透過網路來穿福音 因為我們可以說 每個都會上網路嘛 這個時代 沒上網路的人 除非 很少人 其實有點少 可是 也許機器人不用 機器人不用上網路 他們門就是網路了 那網路現在很多 pop out 很討厭的事情 pop out 但是啊 人家討厭我馬上的傳福音 也是很好啊 或者透過網路 可以連機什麼 你購買什麼東西 可以給你機種點數 你看啊 這一篇福音 我給你七點了 這個購買的點數 是是是 那個都可以跟Armor 來合作的 合作的齁 他沒關係 因為Armor 可以做了 有啊 現在有些人 他會贏片 他就送你七點 這個七點換機票啊 但是年輕人很喜歡 對啊 年輕人最喜歡這種遊戲 對對對 那另外一件 我們這邊是航空的重鎮 貿易在這裡 我到現在 大陸的飛機 五下千次 已經有回到現在 但是從來 看過飛機上 有在傳福音的 有碰過好幾位 那個牧師 牧師 但是從來 有在飛機上 看到在傳福音的 那我們可以在台灣的這個 這個 航線上 跟長筒 還是 來跟他們 跟他們 跟他們 有時候放影片的時候 是 用跨過好好的方式 來 跑車啊 是是是 大家旅行 憲上帝的祝福 大家滿有喜樂和平安 是是 大家聽到很高興 這一趟的旅程 就覺得很愉快 危機在通通的時候 吞到亂來 會覺得很不怕 很不怕 老行宰宰 要極限上帝 所以說 航空福音也可以 航空福音 航空福音 還有一點 我們這邊很需要 接近我們來看大陸一個 綜藝節目 灰塵物 這個節目做得很紅 而且他們就向國外輸出了 輸出 我們可以 既要在這邊 以前很早 以前我很早來的時候 這邊有一些這種 紅糧式的 這種 年輕人的 因為很多人來這裡 上班 難得有 年輕人在一起 我知道 未婚的年輕人比一大堆 其實我們讓一位 阿叔叔伯伯伯 幫我們兒子 介紹一下 我介紹很多 都是失敗 可能讓我介紹不合對話 柔其的習慣這種 紅糧式的 這種教會的習慣 去適合 這是一個很好的福音的出口 製造很多幸福的家庭 他們不再可以 下一代說不定的就是 要討論 竹子 孫生 都是這個 我們的弟兄姊妹 對 這樣一雙八糧到這 謝謝 哇真的有創意喔 人家八糧開手了齁 非常好 非常好 時間的關係 你們作為主 你們這邊有 大家都推舉了 蛤 蛤 蛤 你們要不要分享啊 沒有 沒有進度 蛤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希望吃飯的時候有機會 大家再分享 那我就是 我分享一個 這個 巴西的例子 作為我們早上這一段的結束 我這兩年 有機會被邀請去巴西 巴西的台灣人交會 那請我那邊有 就是 目前光是張老美的系統 在那邊 就好幾時間 然後我被邀請去做獎 但是我沒有想到 改變我很多的觀念 因為 我去那邊只是 就講道而已 然後他們就說 安路斯 你有沒有來給我們神學 幫我們上課啊 我說 你還有神學院 他說因為 巴西離台灣太遠了 現在 現在喔 還要做二十五個小時 所以你會台灣不要叫 他們以前要做三十六個小時 感謝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最近 富裕起來 所以他們現在 坐沙烏地阿拉伯航空 從另外一邊飛 可以變二十五個小時 他說 所以我們請不到公司 太遠了 請不到獎員 只好自己再一個 就自己做一個神學院 那看起來是很困難嘛 結果沒有想到 上帝的計畫不是這樣 他說我們神學院做幾年喔 能來讀都都讀光了 沒人來讀了 因為沒有台灣人去嘛 怎麼辦 我們被迫轉型 怎麼轉型 那不然我們收巴西人 結果你沒有想到 現在那個南美神學院 我去年去上課 那也是很多中國大陸來的 我的學生大概十五六個 十五六個學生 但是你知道他的神學院 巴西人有多少啊 台灣人開的神學院喔 巴西人有五百個 我就明白說 上帝把這些台灣人帶去巴西 目的是要去服侍巴西的人 他們有五百個 他說因為我們台灣人很會管理 我們請的教授講師 都是最厲害的 因為巴西人是講 胡文 胡桃鴨文 那我們前來的講師都講英文 那我們台灣的子弟 都是會講中文 會講台語 會講胡語 還會講英文 所以我們就翻譯 所以後來巴西人說 哇你們怎麼都請這麼好的老師 所以越來越多巴西人來讀 現在那個台灣人開的神學院 是全巴西數一數二的最大的神學院 這就是全球國 上帝把台灣人千里迢迢丟到巴西 原因是因為要幫助巴西的福音的時候 所以我用這個短短的例子來努力大家 上帝把我大家放在西雅圖 如果兩三個人同心就有事工 那我們這裡各教會加起來也有兩三百 我們應該可以做十倍 這裡應該是十個教會的效果 而不是一個教會 所以大家用新的觀念來看 可能對於每一個教會各式回去想未來的轉型 或者教會未來的事工 應該會有比較多的可能性 好那我們早上先到這邊 我們師父請馬達爾夫切犯禱告